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 静静的让发型师为他们整理头发 有专业理发师来帮你剪头发 他都开心 开心开心 差不多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剪一次 由荣民二代从事美发业 二十多年的发型设计师王茂华 发动同业组成益剪团 在全台各地举办益剪爱心活动已经多年 在重阳节前夕 自套腰包到马兰荣家进行益剪服务 都是那个老人院跟安养院比较多 还有那个自学 我是那个设计师的子女 那怎么想说参加这次益剪 就跟着一起做公益 利多的身手 电剪推过发病 发型师细心的为老荣民们剪头发 头发整理过后的荣民们 各个呈现神清气爽的模样 也让荣家的成员们相当感动 那以这样子来讲 就是说其实以同志军的一个概念来讲 是一个利他主义 然后也是为第三者在做这个公益服务 那这个社会真的是很需要去呈现一个温馨祥和的一个环境 那也让我们的长辈很开心的在重阳节前夕 能够快快乐乐的在接受他们的服务 确实社会上需要这样的人间温暖 有这群充满爱心的美法设计师们 每年固定都会来台东为年迈长者理发 发挥自己的专长 体现老无老以及人之老的敬老精神 动态新闻张家为台东市报道